開始開會 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各位事務官員 各位媒體 各位新生女士 董會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市長專案報告 我們就開始請市長來專案報告 接下來請郭昭言議員 好 市長 你說興建公共住宅是為了實現居住真意 我贊成也支持 報告書上說到說目前已經完工的是有2587戶 郭昭不論這個其中包不包含好市長任內規劃跟開工的 其實這個內容真的是滑而不實啦 好比我不斷的提醒你們所謂的居住正義 應該也要包括這個等候過去市府興建國宅的這些住戶們 可是你們一直沒有具體的回應跟對策 一直到昨天都發局的同仁才口頭回覆我說 你可以去抽抽公共住宅啊 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好 我們就來看 目前單單等候在中正外華地區 這個過去出租國宅的住戶有5286人 那目前已經興建完成的外華中正區的青年公宅啊 是273戶喔 那如果依公宅的抽籤對象辦法來看 30%開放涉及在地區裡 也不過82戶 那這其中還包括在地裡的日翔旅喔 好 也里長都覺得這個比例太少 你如何去解決這5286名等候過去出租國債的朋友 他們的問題呢 而且青年創新回饋也只有7%啊 你過去說新建公共住宅也是要關照這些 剛出社會薪水不高的年輕人 那你不覺得這個比例也太低了吧 我告訴你喔 市民普遍的反應喔 覺得除了年輕人的一個比例要再增加之外 在地的區裡的這樣的一個比例也要增加 雖然這是中央的法規啦 但是呢 如果他不符合地方需求 你是不是也應該去跟中央幾例反應爭取 是不是 現在是38嘛 是啊 38很低欸 我剛剛不是講給你聽了嗎 我講5286戶 那只是算中貞萬華等候出租國債的朋友耶 對不對 那你還包括在地的區跟裡 算才38以青年公債強才82戶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太少 你要多久才能夠解決這些 那麼多人的一個居住陣營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去跟中央幾例反應跟爭取嘛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去做這樣努力 而且說不定明年520你就到中央去了 所以現在就是提供多元的那個工資 是啊 沒有你聽我繼續講下去 好再講下去 你們要說這些等候出租國債的朋友們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但是呢你們可曾對他們管為宣導 要你們贏頭趕上 那今年呢 你們報告進來了啦 說是 但是除了因為修法通過 讓建物的高度是放寬了 然後呢也培訓 七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唯老重建推動師 可是成績還是落後啊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新北市核准通過的是三十四件 幾乎是百分之百 那台北市首三之都 卻只有核准通過 二十三件 連三成都不到 更好笑的是中正萬阿地區 申請通過的只有一件 啊這一件是哪一件 是南門市場欸 南門市場 是本來要做共辦都根欸 剛好是威力條例通過 你們就把它搭上順風車 算盡你們的成績了 所以換句話 中正萬阿區根本沒有成績 你這樣的歸宿 怎麼能夠保障 它根本的一個安全呢 我跟你講 已經過了一年半 修法已經浪費了 十成獎勵的 好 我們謝謝郭宇遠 我們謝謝郭宇遠